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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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國家的命運 由拜登跟普丁在決定 由拜登跟普丁在決定 那這個國家本來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 這種惡劣的處境 它自己製造出來的 它兩邊的人就要打 這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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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一把火 那邊來燒一把火 兩邊就打起來 兩邊都是烏克蘭人 那這個國家現在就分裂了 對 好好一個國家 我以前 在我們 我以前在主管這個 這個 國際情勢分析 我在 在 我以前做公務員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一開帳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很多專家來分析 有一個非常有 我們台灣有文潤最優秀的學者 他最後講過 那我們就說 那你預測一下 預測一下 烏克蘭家怎麼樣 最後命運怎麼樣 最後做了一個決定 他說 最後的結果就是 烏克蘭的命運 由大國來決定 本來是他自己決定 他自己命運 可是他這個情況一鬧下去 就烏克蘭的命運由大國來決定 果然果不其然 最後明斯克叫他們停戰協議的 就說 你不要打 你不要打那些東部的 東部你也不要打西部的 那就是說 俄國 不 俄國 法國 德國 烏克蘭 來決定 烏克蘭決定 對 他自己國家的命運 要別人來決定 就是他現在的處境 那 我是覺得台灣 像蔡文他們 他可能還很高興 他自己 我們台灣命運由這些大國決定 是由美國、日本 跟中國大陸決定 對 他現在就是 他覺得這好像 理所當然 其實 我覺得我們台灣 只要能夠主導 我們能夠 好好的 來 經營兩岸的關係的話 那其他國家就沒有發言權 只要台海和平的話 其他國家 就沒有辦法更多的介入 有關於台海之間的事情 這個可以自己 我們可以跟大陸好好來談 何必要搞到現在 美國人說 三十二十套不行 你要買一百套 對不對 錢兆付 我說我沒錢了 買不起這麼多武器 我一年已經要花一兆台幣了 我全年的預算也不過才 也不過才兩兆多 兩兆一千億 我已經在透支了 那你說 那美國人說不行 你還是要買 對不對 然後派人來說 不行 你那個後備制度不行 你那年輕人都不懂得戰爭 對不對 叫他們打仗的時候 他都沒有足夠訓練 你現在要重新來整 整編你的部隊 後備部隊體系要建立起來 對不對 這些都是美國人 美國人在主導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做 台灣那麼有錢嗎 年輕人的薪水那麼低 天鄉還有一些吃不飽飯的人 那你一拿給美國人就是上百億 數百億 最近搞什麼潛艦國造 還要造八艘 一艘都還沒造出來 就不曉得多少 多少錢已經不曉得怎麼花的了 台灣有那麼有錢嗎 有一艘潛艇潛艦的話 我們會更安全嗎 不可能的 都是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都是中了美國人的補鍋法 美國來修鍋 他說這個有小洞 有個洞不行 可是他旁邊這個也一定要敲 那邊小一個洞 他可以敲這麼大一個 那再幫你補起來 對不對 收費不止 洞也是他挖的 補也是他 也是他補 對 那這些人就是說你說 欸怎麼會這麼笨呢 怎麼會這麼傻呢 那人人就犯傻 像烏克蘭人就犯傻 本來好好的 死了一萬四千人 對不對 他自己可以好好相處啊 這可以避免這些悲劇啊 可是現在他的年輕人 還自認為很勇敢 去訪問他在那個戰壕裡面 在那個東線上挖得很深的戰壕 問那些烏克蘭的那些兵頭 我很榮譽 我要在這邊用我的性命 來保衛我的國家 那你去問另外一邊的呢 那那個頓內刺客那些明軍呢 他也在講說 我們也很高興 我能夠替我的國家 捍衛我的土地跟人民 我覺得是我終身的榮幸 兩邊的人都這樣子 本來他們是同胞欸 本來是自己人欸 結果都拿了武器 想把對方殺掉 那誰有利呢 當然對於烏克蘭最不利啊 那誰有利呢 當然美國啊 美國在遠空操控對不對 衛星看著 對然後再打電話跟那個 那個喜劇演員總統 再給他鼓勵一下 去操控吧 11萬4千人 跟美國核四 14千條人命 如果呢 共軍真的奪太平島的話 我們反制計畫已經想好了 就是呢 我們就去奪他的永興島 那這個反制計畫是合理的嗎 如果 這是永興島 永興島是這個 中共在上面有一些機場 您聽我說 同樣的 時鐘對不對 又要轉時鐘了 調回20年前是OK的 但是20年後是 對不起我實在看不出有任何 拿下永興島的可能性 對我真的看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剛剛有準備一個 那個區域圖 等一下 永興島在哪裡 永興島離海南很近欸 離東 離我們很遠欸 為什麼他們那時候 會擔心這個太平島 其實 我們如果拿下永興島的話 不就是在海南的門口了嗎 是啊 所以你覺得可能嗎 難度很高 跟他們拿下澎湖也差不多了 對 其實真的是這樣 但你看 軍事行動上 特別是海空行動上 它其實受限一個很大的因素 叫做時空因素 也就是距離跟空間 你看 我們現在為什麼當初 現在對我們的東沙島 頭痛到這種地步 或者說對太平島 那個會很頭痛 當然從太平島來說 其實相對來講 我真的不認為說 對岸會去解決太平 或是解決東沙 為什麼 因為解決了太平 或解決東沙 那你知道這個 和平統一國兩制 這八個字就 完全破功了 完全破功了 所以短期之內 他們不太可能會這麼做 那一旦 如果說他們現在要對台灣 進行軍事行動 那把台灣拿下來 這些你後面這些 你覺得那個 就是要做的話 就會直攻台灣本島了 對 不會去處理東沙 或是太平島的小島 對 然後呢 沒有戰略意義 以這個永興島來講對不對 當然啦 我相信你這個 胡將軍在位居藥金的時候 的確會有一些 這些戰略構想 跟戰略規劃 而且那個時候 也的確還有可能做得到 我說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以現在時空環境來講 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 我們上次不會還討論過 東沙島的問題對不對 那我想說 大陸軍機現在在那邊 一天一天 一直繞一直繞一直繞 為什麼我們完全這個 沒辦法 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的軍機的航程 完全不夠嘛 那前一陣子還這個 有說 這個台灣有傳出 對這個加油機有興趣 然後就有很多人在網上 媽 台灣要加油機要幹嘛 還真的是我們的這些軍事迷說 我們有這麼多機場 然後這個戰機啊這樣 你要買加油機要幹嘛 真的想法也跟二十幾年前 國軍將也差不多了 但是你看 他們 我們就 我上次有算給大家看嘛 你從嘉義飛到東沙 來回八百多公里 其實你所剩下 能夠在東沙附近 執行的任務的時間 就不多了 那你現在看永新島更遠 這一定要有加油機才飛得到 你一定要有加油機 而且今天你要進行一個攻勢的話 你一定要有空中的 這樣一個兵力的掩護 你想想看 永新島離海南島多遠 東沙島離台灣島多遠 也就是說 你今天你的軍艦浩浩蕩蕩 大概開了快一千公里 到了永新島的時候 那對不起 人家在三四百公里外 人家海南島這個軍機就可以出來 你像我們的海軍來講 如果說今天我們海軍在下面行動 上面看不到我們的戰機 我們的海軍是不敢行動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空中沒有掩護了對不對 甚至於對手派一架飛機低空 然後從低空丟一個板件的飛彈過來 你都不知道 你可能最後看到它的飛彈過來的時候 已經大概距離你只有三十幾公里 然後從你看到它的飛彈到你的船 被它的飛彈命中 只有大概兩分鐘不到的這個時間 所以以這個海軍的這個弟兄來說 他如果真的今天他能夠去 躲永新島的話 我們的戰機的這個掩護空域 至少要能夠到這裡 那基本上來講 既然中後面空域是沒有什麼 飛機辦得到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沒有空中掩護 你怎麼去躲島 而且呢躲島之後對不對 你說好 你這個趁著這個夜半三星 衝上距離把島躲過來 人家距離更近啊 人家發動這個收復這個作戰難度 鐵定比你低嘛對不對 你要浩浩蕩蕩搞了大概快一千公里 然後再三四百公里就搞定了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覺得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 胡將軍在位居耀金的時候 距離現在已經這個十五六年 那個時候 兩岸軍力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那時候基本上來說大概差不多 那時候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的實力跟我的實力差不多 所以我要去反攻永新島 不會說完全是天方夜潭或是空穴來風 但是你比如說今天這個情況 你的軍艦開到東 你連開到東沙海軍弟兄都已經怕到不行了 你還要再離東沙到永新這麼大一段距離 那我覺得太不科學了吧 還是說這個空軍的掩護是開到東沙 東沙之後加油之後再飛到永新 那前提是你要能夠有東沙 而且東沙的問題也是 它本身的確有個蠻長的跑道 但是首先你要先運一大堆油上去 你運一大堆油上去 如果說你今天大陸的這個監真能力 美國航空裡面跑 隔天他就可以丟個衛星照片上來對不對 其實他就被發現了 他其實是比如說隔天或者是當天下午 但其實是代表大陸總餐對不對 早就好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英文叫 realtime即時的這樣一個資訊 也就是說在戰場上 你能夠獲得這樣一個realtime的資訊 相對來講你要對哪裡用兵 你就非常清楚 而且基本上來說就很有把握 因為你知道他船在那邊嗎 那我打這個反艦徐漆變態過去 你跑不掉嗎 跑不掉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如果說好 你今天台灣要能夠攻倒永新 也的確啦 他們當初要去打永新的話 一定要先在東沙島域做準備 但是你現在連東沙島自己都已經是泥菩薩了對不對 那你還去奪永新 或者是甚至於你可能OK 真的需要你去奪永新的時候 你可能東沙島已經被人家拿走了 對那這個時候你覺得 我們要再跨過東沙島去拿永新島 真的不科學啊 而且他這是有順序的 或者我的說法是說 萬一太平島被奪島奪走了之後 那如果解放軍要奪太平島的話 他對於永新島的防守 恐怕就是你說的大家想的都一樣 所以呢他會加強他的防守可能性 所以你要從東沙到永新的難度就更高 對的確就更高 所以那當然我們剛剛講 因為畢竟這個胡將軍衛軍要盡已經是十幾年 他是陸軍 所以他對於海空軍的這個作戰的戰略沒有這麼熟悉 當然他做過這個連三次長 那個連三次長在國防部裡面就是所謂的作戰次長 所以他基本上對於海空軍的這個作戰 他是有一點概念 我們不能說完全他像一般的陸軍將也是完全毫無這個理念 或是完全毫無認識 那也是的確不是如此 但是相對來說 這十幾年的變化非常大 這十幾年的變化真的非常大 所以他退休之後 對也已經遠超過他當時的 在位居要金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海峽兩岸的軍事狀況已經差很遠了 真的在坐鎮在新潮流智庫裡面就是段依康 段依康還是很有活力啊 所以實質上的老大就是他 表面上新潮流還有另外兩個更資深的 一個叫賴清德 他怎麼敢管這個事呢 他現在就避之危恐不及 差點被捲入 那第二個就是鄭文燦 鄭文燦自從那個 所謂的諾富特飯店的事件以後呢 幾乎是隱姓埋名 盡量不曝光就不曝光 所以他怎麼可能去管新潮流的事呢 不敢 所以真的老大在操盤的事還是段依康 所以他叫他老大一點都沒錯 所以段依康是新潮流的老大 也是林秉書的老大 林秉書叫他老大 他沒有拒絕啊 對叫老大這件事情 是段依康自己揭露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林秉書是叫段依康老大 所以段依康為了要解釋 他為什麼幫林秉書去靖州刊押新聞 因為他說就是你去押啊 他被踢爆了 所以他只好解釋說 他為什麼去幫林秉書押新聞 那於是呢 就PO出了這一個LINE對話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你真的是林秉書的老大 所以你才會去靖州刊押新聞 關係非潛了 你看喔 他送花 然後送花以後 改期的顧文馬上寄給他 換句話說 顧文還沒有改之前 就送中華了 所以表示情真意切 那第二個呢 他又親自出席 從頭做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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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 我幹過民意代表 從頭做到尾的機率不高 頂多算一算 大概不到五根主頭 都數不完 你把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都空下來 做在告別式上 我幾乎 關係非常深才會 我有這種紀錄 那很簡單 一個是我的親戚 長輩 家人長輩 家人長輩 那一個算是說 我們這個家族 很廣的家族 輩份的長輩 這有理由 那這個非親非故 能夠從頭做到尾 叫他先老大 他就全程做到尾 一定關係非潛 然後他又說 這個很謙虛的說 哎呀我要跟其他立委一起集齊工具 他說沒有關係 你老大我把你排第一個 林秉書說要把段尼康 排在所有的立委的前面 他雖然已經退休了立委 但是他的威望真的是比其他 現任的立委還要來的高一級 這無可否認 因為他的黨政資歷比較深 他除了新長的老大 他還幹過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然後好像幹過幹事長的樣子 有一定的威望 不像一般的立委 那麼知情 所以他排第一個 也沒有人說不對 然後 他最後講說 哎呀我排在立委 最後就好了 因為我會全程做到尾 我會全程做到尾 所以 我覺得 光憑這個段尼康所 PO出來這個截圖的話 就證實一件事情 就段尼康講的話不對 段尼康講說 我跟他 好像不太熟 十年來見不到幾次面 見不到幾次面的人 會寫得這麼情真意切嗎 對話會這麼樣的密切嗎 而且好像從頭到尾 還有電話來往的樣子 這一個通話比較多的是告別室之後 發現這個新聞要 11月25號 對 告別室的歌要 林秉書緊急在處理 新聞是11月29號出來的 對 所以他緊急處理 從25號一直緊急處理到29號 所以25號叫段尼康幫忙處理 你看 我要找你 請教你 只需要幾分鐘打擾 然後有一個通 16分鐘的通話 幾分鐘就講了16分鐘 對 就是跟他講這件事情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 然後很快喔 你看當天喔 這是當天 早上11點多通了電話之後 下午3點半 對 段尼康已經動作了 已經行動了 已經打電話給靖州他了 因為他說你看 他們還在查證中 好像不會那麼快速 還幫他延後時間 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安慰他沒那麼快 當天耶 早上11點接電話 下午3點半就回電了 段尼康雖然不是現任立委 但是對於某些人的服務 還是蠻奇怪的 服務真的很好耶 服務非常好 不熟的朋友服務這麼好 這個10年沒有見過一次的服務這麼好 所以對他的精神我深感敬佩 深感敬佩 而且呢 不只是這一天處理 11月25號 但11月29號已經要處理了 中間是段尼康沒貼出來的 可能中間沒有 中間還有就對了 對嘛 不可能隔了4天才有新的對話 因為他中間還要找別人 他還找了詹洪志 對 還找詹洪志說 不然你跟他們說不要登我的名字 對 整個新聞要出 但是把我的名字給碼掉 大概有這個意思 那也沒成功嘛 所以當天呢 他又求老大 就說請求老大幫我探聽喔 因為知道說又要出刊了 登什麼內容 每個禮拜一就會當個禮拜三會出刊 所以呢 他禮拜一就要開始問了 禮拜一結稿 就幫我探聽登什麼 他又來了 他又去問 你看喔 他12點說要問問看 對 然後幾點回 12點 25分 就回了 20分鐘的服務 哎呀 段尼康了不起 真的還有效率耶 太有效率 全員部的效率真的很高耶 不錯不錯 然後呢 他說 這一點坦白講我做不到 真的嗎 為了一個 一個十年沒有見過的人 會花20分鐘去查證這個事情 對 我只能說 要嘛段尼康對他有高度重視 要嘛段尼康剛剛那根時間沒事做啊 都可能 他現在那麼閒嗎 我不走了 電話掛了之後 立刻 沒錯沒錯 他立刻找到人問 然後立刻問完說 會登 對 那內容不可能說 啊 只會請你回應 然後後來又講了 快四分鐘的話 對 講了快四分鐘的話 那講什麼 段尼康好像也沒有完全揭露啊 這部分當然就已經招了嘛 聽說招了 到底是誰招了 這個應該是要 招了之後他打電話給段尼康 他們又聊了 到底是什麼個招法 段尼康沒講嘛 對啊 因為林秘書跟他說 糟了 完蛋了 我們可能全部都要被捲進去了 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該銷毀哪些東西嗎 對 對 這是段尼康喔 就你認識的段尼康 這麼親切的服務 他的支持者吧 段尼康可以說是我政壇上非常好的對手 我們兩個纏鬥了很久 因為立場不同嘛 然後 你有看過這種段尼康嗎 段尼康我沒有看過這麼溫柔過 所以他的另外一面 是很令人訝異 他對林秘書 這麼樣的溫柔 這麼體貼 這麼勤快 跟我所在政壇上認識的段尼康 是判若兩人 所以 我從此對他刮目相看 所以你說安倍講那個台灣有事 日美聯盟有事 坦白講他講這個是屁話 因為日美聯盟有事不是日本的決定 如果是屁話的話 中國還把這個 中國還把這個日本駐中國大使叫來罵一頓 假設安倍都已經沒有實力的話 因為他畢竟還是執政黨的議員 安倍並不是在野黨 他是執政聯盟 而且裡面是最大派系 那他當然會認為岸田文雄沒有去制止 叫岸田文雄要管他的意思 當然是還有林芳正 那管得了嗎 當然管不了 安倍哪裡摔你們 對不對 那 就好像二階俊波 安倍也管不了一樣 他不是一樣親中 可是中國這種標準動作還是要做 可是 這個 實際上中國自己也知道 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說 就是日本總是要有 柏州派的右翼 那 安倍加上維新派加上公民黨 那 這個力量大概就有 150席左右嘛 這個就是事實嘛 那你當然可以抗議啦 可是他的立場就是如此 可是他能做到什麼程度 你看當你談到政策行動 能做到什麼程度 那就浮出日本的底線了 就是你是不能主動的 因為一定要美國出兵 你才能做為協防的角色 而且你的協防的角色 到底是作戰部隊還是後援部隊 坦白講是美國決定的 那目前日本大概也只是後勤的角色 你基本上並不是所謂的出兵啊 作戰 或者說你決定要參戰 所以 他講這個話 如果說 美國沒有出兵 然後你要直接把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 那對不起你要修憲法 因為集體智慧權不可能延伸到這裡 集體智慧權一定是牽涉到日本的核心利益 那台灣並不是日本的核心利益啊 因為他不屬於他的主權嘛 所以 其實懂日本的人就知道啦 就知道他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不過最近安倍對於他的這個台灣有事 就是美日同盟有事這件事情 有一點點小小的說法 我不曉得這是一個擴張還是緊縮 他就說 我不是只有談武力 不是只有談武力這件事情 就是台灣有事 日本會介入 那意思是說 他講的不是 不談武力就沒意義了嘛 對 他就是說還是更進一步 當然是說啦 不止武力 我什麼事情我都管喔 那不止武力就是來撤僑 不然來幹什麼 所以這是說 他本來就要演練撤僑啦 演練撤僑是政府的立場 就是他要派一些軍艦到東部的港口嘛 也許是蘇澳啦 或者花蓮不知道 那日本人要集結到那個地方嘛 因為日本在台灣有兩三萬人 所以日本就是一個這樣的政府嘛 就是最壞的狀況他要做準備啦 可是參戰權不在日本 參戰權是美國決定的啦 那大家知道是韓國已經說 不會跟著美國一起做抵制 東奧的這個事情 那最終還是要看日本怎麼決定 不韓國已經確定要去了 對 那我們再也去不去還不知道 那是一個就是比較 更高層級的外交政治場的概念嘛 那日本你覺得最後 岸田會跟美國 還是保持中立 還是 派高一點層級的人去 我認為他會派體育官員去 所以就是跟美國一樣等級的就對了 美國體育官員還不確定要去 我是說日本很可能會派體育官員去 就只派體育官員 對 那這個就是抵制一半的意思 也不是啦 就兩邊都討好嗎 他不講抵制嘛 他不用 那美國自己都不講抵制了 他有講他說外交官員抵制 他不是沒有講抵制喔 抵制他有講 那只是範圍縮小 範圍只有縮在外交官員 不是所有官員 對對對 那可能日本會跟進這個路線 對可是他不會講 他不講出來 對對對 他就是跟著做 但是不會高調 不會像英國不會像加拿大 你看韓國是正面表列啊 事實上他目前也只有派體育官員 對不對 那他可能就 就是大概是這樣吧 我覺得這些就是要被 美國這個包進來 這個指揮的國家很為難 印度連美國還沒表態之前 他就說他會去了 他就怕美國接下來逼他表態 所以趕快先講 對可是澳大利亞就不敢 所以你從這裡也看出 印度比較有主體性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最近俄羅斯交第二批S400 那個給印度 那美國事實上是 一直勸阻印度說你不要買好不好 我賣給你我的啦 那中國也千方百計去勸阻俄羅斯 說你不要賣給他好不好 都失敗 那結果就交貨了 那交貨當天 美國跟中國都假裝沒看見 那你去看 土耳其也是買S400 那美國立刻制裁 F35就不交貨了 那他為什麼不敢對印度這樣 只敢就是柿子挑軟的吃啊 對對對 就雙標嘛 柿子挑軟的吃啊 美國就是一個很雙標的國家 所以我們今天不能把我們自己 變成軟柿子吧 當然是喔 所以我從這裡 我從這裡看到印度莫迪亞 坦白講他還是一個玩家 他就是在 他跟中國不好嘛 可是中國做生意還是在繼續 然後在軍事上 他就從美國跟俄羅斯都得到好處 戰爭的主動權 難道是由你來規劃嗎 由你來規劃說 戰爭 人類的戰爭從來沒有說 我放一個擂台 那個您選手上來 我這個選手上來 然後呢 我們現在蹭一下公斤 美國因為要佔優勢 所以美國是要100公斤 那你中國一定要比我差 你不能派100公斤 110公斤的人 你只能派50斤的人來跟我打 我要打一場不對稱戰爭 有這樣子嗎 沒有的 好 那我們就來問了 美國連越南都打不贏 越戰打得一塌糊塗 美國在韓戰的時候 中國大陸那是武器裝備很落後喔 美國人武器裝備強大到不行喔 然後打得灰頭土臉 美國人被打得灰頭土臉 韓戰打得灰頭土臉 自己都說不應該參與這場戰爭 越戰被打得這樣子夾著尾巴 跑回國內 北越多落後啊 然後呢 阿富汗戰爭 半夜撤走 因為塔利班已經鋪上來了 他如果不撤走 美軍真的會被見面 然後美軍臉丟光了 因為坦白說那是真的是半夜溜走的 那他只是因為顏面的問題不敢講 大家都知道半夜溜走 那就是塔利班已經上來了 好 連阿富汗戰爭都打成這樣 今天要跟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要打游擊戰 會打游擊戰 要打不對稱有不對稱 要打正規戰能打正規戰 要打大規模的戰爭 有大規模戰爭的經驗 中國大陸坦白說 台灣很多人的這些說 哎呀他什麼幾十年沒打過仗 我說這些蠢蛋 沒打過仗就不會打仗嗎 不是每天在演習 那中印的衝突怎麼打的 不是狼牙棒嗎 對不對 就是中印的衝突 你看中國大陸連徒手 徒手都能夠打死幾十個 這個印度人 再講1962年的中印戰爭 中國大陸用最傳統落後的武器 就直接越過喜馬拉雅山 本來要可以直撲這個 印度首都的 再來看越戰 中越邊界戰爭 解放軍一下子就打到亮山 而越南擁有美軍留下來的武器裝備 還有二股提供的武器裝備 而中國大陸那時候 剛剛改革開放 馬上就打下來 那個不會當成 那就是叫做很會打傷 所以我說台灣的那些軍事專家 我就覺得他們是專家嗎 我說懷疑 好就不想 再來講美國所謂的專家 你想 假設他說我們劃定在台灣這邊 戰場就是在這裡 在這裡 有限啊 對不能夠再擴張了 擴張會傷害到大家 你說了算了 我剛剛就說你剛剛那個講的 是有點道 就像一個擂台擺在這 規定你只能在這一個 翻手的範圍內 然後出了限就判處局 不可能 不可能嘛 但是現在好像是美國想打這種戰爭 他蠢嘛 那我問你你的你的船艦 他不是太聰明吧 不是你的船艦從這個普天堅基地過來 你的飛機 你的船從橫溪貨軍港過來 我為什麼不直接把你的這個基地摧毀 因為中國大陸的導彈可以直接攻打到這個 這個橫溪貨軍港 可以直接攻打到這個普天堅的軍事基地 所以在第一級你美國只要介入的時候 你在日本的所有的軍事基地 你只要從日本出一架飛機 派出一艘船 我就把你的軍事基地都摧毀 如果你從關島就是從這個南部 菲律賓這個再往南走 你如果從關島 因為關島距離台灣 大概在2700公里左右 2700公里 你只要開始往這邊走的時候 以中國大陸現在的轟6K 跟它的空中加油機 因為它的運油20都出來了 它的空中加油機 就可以在遠程的1500公里左右的地方 把你關島的美國的軍事基地都摧毀 如果你使用菲律賓的 蘇比克灣的軍事基地 中國大陸可以在南海這個地方 在海南 在這個三沙市這個地方 進行這個地對地的攻擊 也可以把你的美軍 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整個摧毀 那你的整個軍事基地都摧毀了以後 你的武裝部隊要怎麼來 你只能從夏威夷跟本土 夏威夷到台灣多遠啊 你的這個大部隊 你的海軍跟空軍 在這個大海中還沒到的時候 解放軍都可以在這個海上 在空中 就開始把你的這些機箭都摧毀 你怎麼樣進入這個空域作戰 我問你 所以我說美國人就是蠢蛋 那個智商是不知道是多少 因為他可能認為有限戰爭 對他來講是最有利的 因為這個戰爭發生在台灣的本島 那跟這個美國的本土 那十萬八千里支援 那在這裡能夠有一場戰爭的話 對於美國解決內部問題 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只要內部問題擺不平 對外出戰 那我問你 美國人的直覺當然覺得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很有吸引力 那美國人又蠢又蠢在哪裡 我說美國人蠢是蠢在哪裡 美國的社會能夠容許他 一波的戰役 就一波一波的戰役 死多少人 有限戰爭美國人不會死啊 因為在台灣上面打 有限戰爭一定會死啊 就是除非美國不介入啊 你美國的船只要介入 我今天炸成一艘船 你一艘船 兩三百人就死了嘛 你的航母有三四千人 你的航母被我炸成 而且中國大陸 絕對有能力炸成你的航母 你的航母被我一炸成 你一下子瞬間死了三四千人 你認為美國的社會能不能承受 就是說 我整個航母 我一艘航母 蹦沉下去了 沒了幾千人死亡 美國人不是互天搶地啊 那個雙子晶大廈 死了三千多人 美國人就 那個每天哭啊喊啊 哎呀這殺了我們美國人啊 然後這樣子喊了十幾二十年 2011年喊到現在 那你這個一次的戰爭 就死了幾千個人 上萬人 然後你的戰機在這個地方 就被蹦蹦蹦蹦蹦 一架一架打下來 然後你的船也被打沉 那你覺得如何 美國人的社會說 我有能力承受 謊話嘛 這個人是幼稚嘛 我們度過了川普那個時代 因為在川普那四年 那麼危險 我們都過去了 我始終在腦袋中間 一直盤旋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川普 跟他的測試認為 貿易戰擋不住中國 科技戰擋不住中國 規格戰擋不住中國 金融戰擋不過 貨幣戰擋不住中國 還有一招沒用的 就叫做 就剩下這個了 就是軍事戰 那軍事戰如果真打起來 藉由台灣之手 去毀掉中國大陸 一部分軍事能力 或者是相當重要的軍事能力 很可能是讓 拖住中國大陸前進的步伐 或強迫它放緩 因為戰爭再加上 其他經濟制裁等等東西 讓中國大陸跑慢 讓美國的領先度 能夠再維持更長一段時間 確實是美國鷹派的想法之一 也就是說今天不用軍事戰 不打的話 中國停不下來 所以這招是可用的一招 這個在美國鷹派中間 確實是存在 只是說 那台灣經常當聽眾 或者在裡面想說 大哥 你這樣子最後 火是全部燒在我 戰場在我家 你有沒有想過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 美國的一些鷹派的語言 認為說 讚 他這樣講並不代表 他要直接跟中國大陸 engage 從韓戰以後 解放軍跟美軍 就沒有直接面對面的開過槍 都是代理人 那你覺得 有些我們台灣人認為 能夠成為美國的代理人 是一種光榮 美國傭兵 因為你連代理人 他都瞧不上眼的話 你死定了 這是一種看法 另外一種想法是說 我們中華民國 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為什麼要把我們的決定權 跟台海要不要開戰 由你來決定 我們自己都沒有想法嗎 這是另外一個族群 所以我覺得 Colby的這種講法 他出了一本書 他promote這個idea 我了解 有限戰爭 不是無限戰爭 那顯然就是區域衝突 那區域衝突就是我們 那只是Colby沒有講 就是說 在台海打一仗 讓台灣去消耗 或者拖住中國大陸 美國再聯合其他的人來制裁 來把大陸的腳步放緩 對美國有利 他只是沒有講那麼白而已 他沒有把居心講出來 但是說這是解決 中國在亞洲霸權崛起的方法 對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 就是說你現在不動手 將來可能動不了手 就是說中國大陸一直追趕美國 或者他真的變強以後 你搞不好連軍事戰都壓不住 那怎麼辦 所以早動手 晚動手不如早動手 是這一種邏輯 所以要趁中國大陸線 還沒有真正具備挑戰美國能力的時候 一下子把它打回 打回原型 打回20年前 10年前 20年前 讓它再重來 那這種其實是美國的看法之一 那民主黨很多人認為 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可是美國可能很快又政黨軟體 有這種壓力 有這種壓力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是 不管是靠美 還是以美 還是親美 還是甜美 不管你用什麼詞 如果我們所有的思維 國家安全思維 都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等於把命運交給華府 而華府又是那麼不穩定 就是拜登他現在 不是一個強勢的總統 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是脆弱的 我們不管川普 我們也交給美國 拜登也交給美國 我今天在來的路上 還跟一個美國朋友 在這個你來我往 他認為美國要選出另外一個強勢的總統 才能夠更能夠替台灣嚇阻中國大陸 我說非也 我說更強勢總統 可能逼我上戰場 對不對 不過台灣似乎是有準備 你看那個邱國正最近對於這個 台海戰局的評估 都說現在是很嚴峻的時刻 他從軍40年來最嚴峻的時刻 他下班呢 還要沒事到恒山指揮所去作證一下 而且還告訴大家 如果開戰的話 不是只有大家覺得那些戰略基地 最近又要多弄9個飛彈基地嗎 不是只有那些地方是戰場 是到處都是戰場 全民都得打仗 是這樣子的一個準備心態 再告訴台灣說 我們可能隨時要開戰嗎 我覺得作為國防部長 這樣子講是有必要的 因為打起仗來 不是只有穿軍服的人的事情 這個是事實 你包括傷患救助 包括救火 包括治安 包括宅配 都沒有的話 包括停電 停水 斷瓦斯 斷網路 這些 如果大家都說 那個兩岸打起來 那個是比較不會念書的人 他去穿軍服 他自己也選擇 反正現在募兵嘛 誰叫你要去當軍人 所以你們負責跟我沒關係 做為國防部長 他必須要告訴 除了跟全民以外 他要跟內閣革員講 那個網路不是我管 水庫不是我管 電力公司不歸我管 所以打起仗來是總體戰 所以不是國防部就可以完全 那國防部長這樣講 當然 背後也有美國的掌聲 或者是勸說了 就是說你們 一直嘴巴在挑釁北京 然後但是 又不讓民眾感覺到 確實有軍事壓力 所以這個兩極 這個中間的gap太大